如果说K-POP宝箱组合中最常发生的大事 那就是成员之中有人退出 或者和日到期 方性性差异 公司集团内部纠纷等原因有很多 但是很多组合成员退出后 给粉丝们带来的冲击 今天小编就来介绍一下 无人退出等事件 从出道开始就维持成员身份的代表性 团结深厚的组合 1.神话 1998年出道组合 2.2AI 2008年出道组合 3.BTS 2013年出道组合 4.Goth7 2014年出道组合 5.Mama Mo 2014年出道组合 6.Seventeen 2015年出道组合 7.Trance 2015年出道组合 这奇之组合从组合开始就一直维持着原本人满 可想而知 即使是关系好的组合 中途也经常会缺少成员 大家向着同一个方向 活动多年 似乎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超过了七年魔咒 以完整体站在粉丝面前的这些偶像之间的纽带 可以说是特别的奇迹 这些革命友谊身后组合 既是朋友也是家人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讨论